5月2日是倫敦市长选举 我在投票日之前几个星期就收到投票通知单 告诉我当日的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另外也收到介绍几名候选人的小冊子 今年的投票集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座教堂 这座圣公会教堂就在我家后面的巴士站对面 虽然平时经过 但从来没有机会进过去 今次还有藉口进来参观 投票日上午 我由教堂前花园的木济大门进入 经过古色古香的花园 走到教堂大门 咦 门只开了一半 里面有十几位婆婆围成一圈 坐在那里研读圣经 我以为自己去错地方 再看看 教堂正面两边就贴了白色的A4纸 用箭嘴指示我们这些疑惑的选民向左转 投票站其实在教堂的后面 除了我 还有几位同样迷惑的选民 一起跟着教堂外场上 一个又一个战坠 好像玩尋堡游戏那样 穿越草丛 左兜游兜 终于就来到教堂后面对面的建筑 门口大大只字写着投票站 当然不是每一个票站都这么难找 我搬屋之前 家里面的幼稚园 每次选举都会被征用作为投票站 它只是第一个带门 上面大大只字写着投票站 走两步就进去 我投票当日到访的两个票站都冷冷清清 并没有说出现人山人海的投票人潮 这次伦敦市长选举的投票率只有四成 是过去两届最低的一次 可能是大家都知道 现任市长简细德一定可以连任 所以就难得去投票 今年政府第一次实施新的措施 要求所有选民都必须出事符合政府要求的 带相片的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投票 到底今次伦敦的市长选举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保守党惨败之后 对今年稍后的国会大选有什么影响 记得收听未来的《大城小事》 我沈平和你日日细说 不过在这里要提提你了 由6月份开始 《大城小事》的播出时间 会改为逢星期日下周4点 记得留意啦